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主题是叫做 天父不愿失去一个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 天父不愿失去一个 我们把这段时间交托给主 我将这段时间交托给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切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 你那么爱我们 你敢爱我们 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筛筛筛筛给我们 特别是在十二月份 大家在普世在欢庆圣诞节 你的降临的时候 特别是在十二月 全世界欢庆 耶稣基督共临的时间 耶稣这位平安的救主带给我们平安 是耶稣这个平安的救主带给我们平安 为自己舍命 为自己社会自己的生命 为我们而舍命 为我们而舍命 我们感谢耶稣 我们感谢耶稣 我们将这段的时间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 感谢赞美主 感谢神 阿们 是的 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今天的信息的主题 就是天父不愿失去一个人 今天跟大家提到的题目是 天父不愿失去一个 我想让大家看一看 以这个题目相似的短片 我有给大家看一个和题目相一用的短片 一个都不少 一个都不能少 但是呢 在还没有看这个短片的时候 我要先来介绍这个短片的故事 每看这个短片之前 我们会介绍这个短片的故事 短片的主角是一名十三岁的女生 短片的主角是一个十三岁的女学生 她叫做魏敏之 她被任命到一间偏远的学校 去做代课老师 她被派到一个很远的地方 乡村的地方 去做一个对佛的老师 前任老师临走的时候 她特别的吩咐魏敏之 前任的老师 临走之前吩咐这个魏敏之 不要失去任何一个学生 不要失去任何一个学生 这些学生对她来说 这些学生对她来说 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 但是呢 其中一个男生 叫做张慧科 但是其中一个男学生 叫做张慧科 因为他的家境很贫困 因为他的家境很贫困 他不得已要停学 他不得已就要失学 到大城市 去大城市 去寻找工作 去尋找工作 赚一些钱 去赚一些钱 那么呢 这个魏敏之 他记得前任老师的吩咐 这个魏敏之 记得前任老师的吩咐 老师回来的时候 要看到一个都不能少 老师分离的时候 要看到一个都不能少 所以他便下定决心 到城市去找他 他就下定决心 去到城市去找这个张慧科 在他班上的小学生 一起帮忙 凑出了一些钱之后 他就千辛万苦地 开始了他 这个寻人的过程 在他们的学生 所有的学生 筹款 筹到一笔钱之后 他就千身万苦 去到这个城市 去找这个张慧科 最后呢 在电视台的帮助下 终于把张慧科 顺利地找回 就很顺利将这个张慧科 找回来了 这是一套 一出很感人的电影 这个是一部 很感动人的电影 我们来看这个短片 我们来看这个短片 请让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这个短片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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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腰 立定 相助 追 我想问一问 你能不能给我谈一谈 咱们水泉小学的现状呢 停 行又干 进 神奇事现在开始 唱歌歌 起来一拜金 起来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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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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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是死后 每个人都会说 他才不愿意 不愿意 起来 起来 我们买出一天 好丁 好丁 好的丁 好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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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我从城里给你留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 我从城里的印象是什么呢 我从城里给你留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 于是村长便请来了十三岁的魏敏芝来待客 魏老师进来 魏敏芝进来 江叔了进来 进来快进来 咱们的盖老师啊 他妈有病了 病得要死 他请音乐假 我又找一个那个代客老师 他姓魏 魏敏芝咱们叫魏老师 要魏老师 魏老师好 魏老师好 吃点劲 魏老师好 一个十三岁的女孩成了二十八个孩子的代客老师 她毕竟还是个涉事卫生的孩子 身上还存有一股孩童般的志气 可是她却具有一种可贵的品质 认定了一件事情就会义无反顾地做下去 她不懂得表达 她唯一的法宝就是不轻易屈服 村长答应的五十元前 她追着拖拉机去摇 小女孩被选到县里 她追着汽车去找 村长不让她去找张慧珂的时候 她就自己去找 当车费没有了 她就带着孩子们搬砖头 孩子们出了个混车逃票的主意 结果她在中途被赶了下来 但她始终坚定不移地去履行着她的承诺 哪怕是去搬砖头 去混车 去走到城里 去吃别人的剩饭 去终日不停地在电视台门口问着 如果说汽车售票员代表了现实的无情 电视台接待员展现了社会的冷漠 那么那个半途在上 未明知的托拉机师傅 从这个影片里面 短片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孩子 这个老师千辛万苦地去找 这个失散了的孩子 张慧珂 从这个短片里面 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老师 维曼芝 去千山万福 去找这个学生 最后呢 最后呢 透过这个电视台呢 播出来的这一幕 是非常吸引人 非常感动的 非常感动 非常吸引人 那一个镜头里面呢 就是说 张慧珂 你在哪里 我现在在找你 这个就讲到 终于被找回来了 就终于尋找回来 他也跟他一起的 回到这间学校 又回到这间学校 这一部的电影呢 一个也不能少 让我想起经文 马太福音十八章 十二到十四节所说的 马太福音十八章 十二到十四节 我们一起读 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 其中一只走迷了路 你们的意识如何 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 一直走迷了路 你们的意识如何 他岂不留下这九十九只 在山上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 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 往身内去尋找那只迷路的羊 若是找着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为这一只欢喜 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 欢喜还大呢 若是走迷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为这一只羊 分起彼那为那 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 分起云底呢 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是这样 不愿意失去 这些小子中的一个 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是这样 不愿意 这小子来失送一个 照样 他说 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是这样 不愿意失去 这些小子中的一个 照样 你们天上的父 也是这样 不愿意失去 这小子一日 中的一个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四节 这样的说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第十四节 这样的说 另外一个 预本他说到 照样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不愿意失去 这卑微人中的一个 照样另外一个 翻译本 是这样 照样你们在天上的父 还有比喻之前 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比喻之前 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比喻之前 记录了耶稣与门徒的对话 记录了耶稣与门徒的对话 之前耶稣就两次提到小子的重要 之前耶稣说到两百小子的重要 就是微小者的重要 就是微小者的重要 当时门徒问耶稣在天国谁是最大的 当时耶稣问门徒在天国谁是最大的 门徒在争论 彼此都记要争论在天国谁是最大的 门徒争论在天国谁是最大的 这时候耶稣就叫了一个小孩子来 耶稣就叫了一个小孩子来 他说明进入天国的条件了 他就说明进入天国的条件 而且他用了两处的经文 用两处的经文 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六节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六节 还有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节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节 他必须提到天父对这些小孩子 他特别说到天父对这些小孩子 这些小孩子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人 这些小孩子是没有社会地位 他们是很卑微的 是很卑微的 他们是小人物 他是小人物 来带出他的心意 来带出他的心意 他非常看重这些人 他非常看重这些人 所以他就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六节 有这样的说到 就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六节 就这样讲到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 小子在他眼中的重要性 小子在眼中的重要性 这些卑微的人 毫不起眼 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人 在他眼中的地位 这些很卑微的 在社会中没有地位的人 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重要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他说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 他说 凡使这信我的小子中的一个跌倒的 大不如把大摩石宣在这人的景象上 都不如把大摩石宣在深海里 沉在深海里 在这里我们看到小子 也是微小者 卑微者 在这里要带出的意思 耶稣要带出的就是说 使这些小子跌倒的严重性 另外一处的经文 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节 另外一处的经文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节 他说你们要小心 他说你们要小心 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他们的死者 他们的死者 在天上 在天上 常见我父的面 上见我天父的面 你看这一次的 小子出现 看到再一次的小子这个字就出现了 就是这些卑微的人 就是这些卑微的人 就是微不足道的人物 微不足道的人 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小人物 在这个社会中 社会中是没有身份的人 其实天父所看重的 是天父所看重的 他们都是天使 他们都是天使 奉天父的旨意而服役的对象 是奉天父的旨意所服侍的对象 这些卑微者都是天使服役的对象 你们卑微的人是天使所服役的对象 而且人怎么对他们 天使会向天父来报告 所以我们看见 主耶稣 我们的天父 对这些卑微者 他们是非常看重的 所以我们看到天父 对这些卑微的人 是很混重的 接下来就用了 马太福音18章12节的笔语 更清楚地讲明他的心意 更加清楚地讲明他的心意 在他看来不单是重要 在他体内不单是很重要 而且他们是一个 在他看来 他是一个也不愿意失去他们 在神体内一个都不愿意失去 不愿意失去他们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头 刚才的经文里面 我们就看到 我们就看到了 就是 那个牧人 就是这个牧人 有一百只羊 有一百只羊 走迷了一只 他都会去找他 他都会去玩 寻找这只羊 我起初接触这个经文的时候 是在16岁 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 我接触这个经文的时候 是我16岁去教会的时候 当时牧师用这个经文跟我分享 当时牧师用这个经文跟我分享 我第一个的念头就是 我第一个的思想是这样 哎呀 这个牧人怎么这么笨啊 这个牧人 为什么这么笨 这么蠢的呢 那时候我没有相信耶稣 那时候我还没信耶稣 刚刚接触 刚刚到教会 刚刚去教会的时候 当牧师这样分享的时候 当牧师这样分享的时候 我的思想就在想 我的思想就这样想了 99只 他去找一只 他放在99只去玩过一只 那怎么办啊 那99只怎么办 当时我没有问牧师 当时我没有问牧师 牧师也没有多加的解释 他都没有多解释 只是牧师带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但是牧师跟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那就是神的爱就像牧人一般 但神的爱就好像这个牧人一样 少了一只羊 少了一只羊 他都会去寻找 他都会去玩 就是好像刚才短片里面的那个故事 就好像刚才短片里面的那个故事 少了一只 一个一个学生 少了一个学生 一个都不可少 一个都不能少 这个老师就会千方百许地去寻找这个学生 这个老师是千封百计的去寻找这个学生 神对我们的爱是超过他刚才里面的那个寻找 神的爱对我们是超过刚才那个寻找 因为他差派他自己的儿子耶稣 来到这个世界 来寻找我们这一群有罪的人 因为他差派他的独生 圣经说 人子来 就是来寻找世上的人 就是来寻找那个失丧的人 一个都不可少 一个都不能少 在他看来 就是神体里 每一个灵魂 对他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 他不愿意失去一个 现在让我来解释这处经文的意思 现在我来解释这个经文的意思 难道这个经文 就是我所想象的 这个牧人这么笨吗 好像刚才我所说 这个牧人这么蠢吗 就丢下去 就去找那一只吗 就撇下狗十九只去 稳居一只吗 后来在我的成长过程里面 我知道了原来有这个因素存在的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 我知道有一个原因的 原来在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 原来在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 羊群 这些羊群 他们是公共的 那些羊群是公共的 属于整村的人的 是属于整个村的人的 不是一个人的 不是一个人的 所以当这个牧人去找的时候 所以当这个牧人去寻找的时候 还有其他两三个牧人在那边 还有其他两三个牧人在那边 那一个去寻找牧羊 那个迷失羊的那个牧人 就会把其他的羊 交给那两三个牧人来看顾 所以他去寻找那个牧人 就会将那些羊 交给其他的牧羊人来看顾 所以九十九只呢 还是会被看顾的 所以九十九只羊 都会被看顾的 但是那个牧羊人 但是这个牧羊人呢 他就需要不屈不饶的 用他最大的努力 用他最大的努力 来寻找一只迷失的羊 去尋找这只迷失的羊 从这一个的比喻里面 在这个比喻当中呢 最主要的是给我们看到 最重要是给我们看到 这个天父的爱 天父的爱是很个别的 天父的爱是很个别的 在天父的眼中 每一个都很重要 在天父的眼中 每一个都很重要 所以一个都不能够缺少 所以一个都不能少 九十九只还是不够哦 九十九只还不够哦 只要有一只在三边 只有一只在三边 牧羊人啊 牧羊人呢 他就没有办法在家休息 他就没有办法在家休息了 我们做父母的都是一样哦 我们做父母都是一样 无论家庭有多大 无论家庭有多大 他绝不能舍弃一个孩子 绝不能失去一个孩子 我的例子就是这样啊 我的例子就是这样啊 我一共有八个兄弟姐妹 我一共有八个兄弟姐妹 家里很穷 我们很穷啊 生到我第七个的时候 生我第七个的时候 爸爸要我 因为太穷了 要把我卖给别人啊 因为很穷啊 要将我卖给别人 但是妈妈看到我 长得真的好可爱 但是我妈看见我 好可爱啊 她说哎呦这么可爱 我怎么可以把它送给别人啊 她说这么可爱 我怎么舍得给别人呢 所以妈妈就把我留下来了 但我妈就将我留下来了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这是我妈妈对我的爱 就是这个对我母亲 对我的爱 因为对我来说 对他来说 我是很重要的 对他来说 我是很重要的 他不愿意失去一个 他不愿意失去任何一个 那么在旧约里头 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四节 在教育圣经里面 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 章第九节 神是一个 非常爱他的子民的 神是非常爱他的子民 他也带出他这个牧人的心 他也带出这个牧人的心 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四节 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四节 他说呢 他说到 我必设立牧人照管他们 我必设立牧人照管他们 牧养他们 牧养他们 他们不再惧怕 他们不再惧怕 不再惊慌 不再惊慌 神会设立牧养人来照管他们 神会设立牧养人来照管他们 而且照顾到一个地步 是没有一个失散的 照顾到一个地步 就没有一个失踪的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个是耶和华说的 接下来第二点我们来看 天父的爱是怎样的爱呢 第二个我们来看 天父的爱是什么 怎样的爱呢 天父的爱是寻找的爱 天父的爱是寻找的爱 他说会特地放下九十九只羊 而去寻找一只迷失的羊 牧养人并不是只等迷失的羊回来 牧养人等待一只迷失的羊 他一定要出去寻找 羊是很容易迷失的 羊是很容易迷失的 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二节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二节 他说他岂不留下这九十九只在山上 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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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那只迷路的羊会怎么样啊 去找这只迷路的羊 羊会怎样呢 这只迷路的羊啊 他常常会掉在这个山崖啊 这只迷路的人 上上会掉落在这个山崖 但是呢 他要上 又不能够上 下也不能够下 他要上又不行 要下又不行 他只有在那边 不断地哭泣到死 他在那里哭到 最后是死了 但是呢 这个牧羊人呢 他会千方百计的 来到这个悬崖 把他救上来 但是这个牧羊人 因为千丰不计了 来到这个山崖中 来救他 冒着他的生命的危险 冒着生命的危险 来救他 来救这个羊子 来救这只羊 耶稣基督 他是为我们舍命的牧羊人 耶稣基督就是 这个为我们舍命的牧羊人 他千方百计的 把我们找回来 他千方百计的 将我们寻找回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天父的爱 是怎样的爱 天父的爱是怎样的爱呢 天父的爱是喜乐的爱 天父的爱是喜乐的爱 适而复得的喜乐 失去了再找回来的喜乐 失去了又找回来的喜乐 就好像父母亲们 就好像我们的父母 当孩子走失了的时候 当孩子迷失的时候 你找到了那唯一的一只 你找到那个唯一的一只 唯一的一个 唯一的一个 唯一的一位 唯一的一位 你非常非常的高兴 你会非常非常的喜乐 并不是说你其他的孩子 你不喜欢他们 不是说其他的孩子 你不喜欢他们 是找到的那一份喜乐 是你玩回来的国分的喜乐 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 刚才我们的那一个故事里头 就是牧羊人去找人 我们能够想象 那个牧羊人去玩羊 我们可以想象 当他们把那一个 其他的牧羊人 回到他们村庄的时候 告诉这个牧羊人 要去找这一只羊的情形 当他回到个村子的时候 去告诉其他牧羊人 怎样去玩这些羊 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 那全村的人 他们怎么举目的来看到 那个山边 看看什么时候 那个羊群终于找回来了 羊子已经找回来了 他们会往那个山边 来看 一只梦 那个牧羊人 怎样将这些羊 找回来了 我们还可以想象 我们能够想象 当他们看到 那个牧羊人 肩上背着那个羊的时候 当他们看到 那个牧羊人 在他的肩上 背着这个羊的时候 他们平安 他们高兴的声音 他们平安 他们很欢喜的声音 在这里我带出一个故事 在这里我带出一个故事 有一个姐妹 有一个姐妹 她是牧师的孩子 她是牧师的女儿 后来她的教会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她的教会发生很多事 她很久 有整十年没有去教会了 差不多是十年没有去教会了 牧师的孩子 她十年没有去教会了 牧师的孩子 十年没有去教会了 她就在外面 能够吃多少就吃多少 能够开始喝酒 后来有点过着一种 比较消极的生活 她在外出喝酒 过着一个非常消极的生活 那么呢 知道有一次 她想要结束她的生命 直到一次 她很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就在她要结束她的生命的时候 在她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时候 有声音对她说 有一个声音对她说 她说 某某我在 某某我在等着你 某某人 我是等着你 我一直等着你回家 我一直等着你回家 我们认识这个姐妹 我认识这个姐妹 她离开教会的时候很多年 她离开教会很多年 我们就一直为她祷告 我们一直为她祈祷 后来当她 听到神这样的 对她说话的时候 她就回到教会了 她就回到教会了 那么呢 在她离开教会的那段的期间 就去离开 够一个段时间 她迷失了 像这只迷失的羊 好像这只迷失的羊 她甚至生气到一个地步 她把圣经丢掉 她甚至是丢了 生气到一个地步 把圣经丢掉 也把她私奉的那把吉他丢 好像放在一边 十年都不去动了 她私奉的吉他就放在一边了 十年都没有去动它 没有动它 坏了 已经坏了 我们可以看到 当她迷失的时候 她生活 她是无助到一个地步 我们看到一个迷失的人 她的生活到一个无助的地步 但是当她回到教会的时候 但是当她回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心中非常的喜乐 我们心中非常的喜乐 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她 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她 我们在祷告中纪念她 她的朋友也在寻找她 她的朋友都寻找她 就在她听到神的那个声音的时候 在她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 跟她一起成长的朋友 也开始跟她寻找到她了 她又再回到教会 去返到教会 他们没有生气 他们没有生气 他们知道她丢了圣经 他们知道她丢了圣经 他们怜悯她 去联盟她 他们也买了一本圣经给她 又买了另外一本圣经给她 这就是看到 当一个迷失的人 能够回到教会的时候 这里看到 当一只迷失的羊 能够返到教会的时候 那个失而复得的喜乐 失而复得的时候 那种的喜乐是难以原意的 那些喜乐是很容易形容的 我现在要带出另外一个见证 另外一个见证呢 就是在我2003年左右的时候 差不多是2003年的时候 神感动我要参与主日学的师奉 神感动我要参与主日学的师奉 也就在那个时刻呢 在那个时刻呢 之前 之前 就有一个弟兄送我的先生 一个光碟 一个不可少的光碟 就是一个不能小的光碟 当时我在看这个光碟的时候 我当时在看这个光碟的时候 神就对我说话了 神就跟我说话 他说要我以这种 一个也不可少的心智 来服侍这些小孩子们 叫我要用一个不能小的心智 来服侍这个小学生 后来主日学就来了一个 智力有一点障碍的孩子 主日学就来了一个学生 他的智力有点问题的 他滴滴滴滴的是一个小子 的确是一个小子 是卑微的 很卑微的 他的学习非常的缓慢 他的学习很慢 他跟其他的学生 没有什么交流 他跟其他学生没有交流 有一天 有一天 我突然想起 他师父很久没有来教会了 忽然间我抱起 他好像很久没有来教会了 对不起 我突然间想起 他师父很久没有来到 我们的主日学了 忽然间想起 他好像很久没有来到 我们的主日学了 正当我想着 要如何接触他的时候 正当我思想 要怎么来接触他的时候 我想要寻找他 我要寻找他 就在那个时刻 就在那个时间 跟我一起 在主日学 师父的一个老师 就向我提起这件事情 同一切 服侍个主日学的老师 就跟我提起 同用的一件事 他说Auntie翠鸿 他说Auntie翠鸿 你记得某某的孩子吗 你记得某某的小学生吗 最近我在Buddock Reservoir 跑步的时候 我最近在Buddock Reservoir 跑步的时候 我碰到了他 他正在走路回家 他就走路回家 从Buddock Reservoir 走回家很远 从Buddock Reservoir 走到他的家 很远 那时候他是小学生 一二年级左右而已 他是一个小学生 差不多一二年级的小学生 要走半个小时 是很远的路程 要走半个小时的路程 很远 我就告诉这个老师 我也正在想这一个孩子 经过祷告 经过祷告 我们就努力的 要把他带回教会 我们很努力的 将他带回教会 接下来这个孩子 又迷失了 接下来这个孩子 又迷失了 几年之后呢 几年之后 这个孩子升上了中学 这个孩子升到中学 这个老师被派到 一所的中学教足球 这个老师就派到 一间中学去教足球 这个孩子又在 他所制教的中学里的面 这个老师又看见 他所教的中学 又看见这个学生 也正是我又要找 这个孩子的时候 也正是我在祷告的时候 也正是我祷告的时候 就这样的我们又把他带到教会了 从五六岁 后来他迷失了 小学的时候迷失 中学又迷失 后来又再没有来到教会 前前后后这样子的情况 最后有一次我又碰到他了 最后一次我又遇到他了 到他的家探访他 去到他的家里 来探访他 最后呢他告诉我 最后他告诉我 他回到教会了 他回到教会了 当我知道他再次回到教会的时候 当我知道他回到教会的时候 我的心真是快乐欢喜 我的心真是快乐欢喜 这个木 这种的心 这个心 是天父把这种爱他的心 放在我的心里面的 天父中爱他的心 放在我的心里面 天父很爱这个孩子 天父很爱这个孩子 他不愿意失去这个孩子 他不愿意失去这个孩子 以我本人 我是不会这样子 特别有负担 特别的这样去 这样白斑的 这样子去找他 以我自己的个性 如果是我性格 我不会敢去 搭搬去找这个孩子 但是是上帝一起初 就感动我 要这样子的了解天父 第一个也不可少的心智 但是一开始 天父就比我了解 一个不能小的心智 就像刚才的电影里面 就好像头像电影一样 那个老师嘱咐那个 前的老师嘱咐那个魏老师 这个老师就和这个 为老师说了 他抓住了那个话 他抓住了这句话 我也抓住了天父的话 我也抓住了天父的话 就这样的天父 让我能够找到了 这个迷失的羊 就是天父让我能够 寻找到这个迷失的羊 在一步一步的 回到电钟的时候 在一步一步 回到电钟的时候 我心中是非常非常的喜乐 我心中是非常地喜乐 接下来我们来看 接下来我们来看 就是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故事 我们所看到的故事 还有刚才所分享的 那一个 我们的信息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故事 和这个信息 我们看到天父的爱 是很个别的 我们看到天父的爱 是很个别的 是一个也不可少的 是一个都不能少的 天父的爱 是去寻找的 天父的爱 是寻找的爱 像我怎么样的 去寻找这个孩子 就好像我去寻找这个孩子 像那个离开教会的 那个姐妹 她的朋友 怎么样的去寻找她 就好像离开 救一个姐妹 她的朋友 怎么样去寻找她 当我们寻找到 这些人的时候 当我们寻找到 这些人的时候 我们的心中 是那么的喜乐 我们的心中 是非常的喜乐 因为我们的天父 他爱每一个 因为我们的天父 爱每一个人 我在准备 这一篇信息的时候 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神把这个题目 放在我的心中 神将这个题目 放在我心中 一个也不可少 一个都不能少 那我心里面就在想 我心里就这么想了 神啊 我所教的主日学的 学生的这个故事 跟这个第二堂的 弟兄姐妹 有什么关系啊 我教主日和的 这个学生 和这个第二童 和这个大兄姐妹 有什么关系呢 像我们刚才 所看的这个经文 对第二堂的 弟兄姐妹 有什么关系啊 刚才我们看的 这些短片 和大兄姐妹 有什么关系呢 神给我了 一个的记忆 神给我一个记忆 就是在我们开始 第二堂的 这个广东聚会的 第一次的时候 就是我们开始 这个广东聚 第二堂 第一堂的聚会的时候 那时候是早上 和那个 我们是放在下午啊 我们是在下午 在早上过后呢 邀请弟兄 他需要休息 在上午的聚会之后 我就需要休息了 预备第二堂的 这个聚会 预备第二堂的聚会 就在他在休息的时候 在我的休息的时候 在那个意识里面 在我的意识当中 神跟他讲 第二堂的聚会 会有四十九个人出席 神就跟我说了 在第二堂的聚会 有四十九个人会出席 他有跟其中一两个同工讲 我有跟其中一两个同工讲过 就是到下午的时候 在下午的时候 他们算了 他们算了 四十七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八 四十九 四十九 不多也不少 不多也不少 一个都不可少 一个都不能少 今天你们在这里 今天你们在这里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是神特把你们放在这里 你们一个都不可少 是神中你们放在这里 一个都不能少 我们每一个在神眼光中 看来都是宝贵的 我们在神的眼中 看来每一个都是宝贵的 神非常的看重你们 神非常看重你们 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 就好像刚才所读的经文 我们每一个 我们每一个 神都是这样的宝贵我们 神都是这样的宝贵我们 我们来看看 这一个 这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请问这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锁匙 锁匙 有大有小的 有大有小的 每一个锁匙都有功用 对吗 每一个锁匙都要用的 对吗 我们那个门 我们的门 要用这个 就是用这个 要用这个 就是用这个 它都有 它扮演 它的角色的重要性 有它扮演的 局色的重要性 我们每一个 在当中的 在我们当中的 每一个 每一个 在神的眼光中 在神的眼中 一个都不可少 一个都不能少 因为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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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在神的眼光中 都是最重要的 在神的眼中 是最重要的 感谢天父爱我们 感谢天父爱我们 Amen Hallelujah 这时候我们 讲完了这篇的信息 我们讲完这篇 的信息之后 我要对非信徒 还没有接受 耶稣的 朋友们来说 这一句话 我要对 你知道天父不愿意 失去一个 因为你知道天父 不愿意失去 任何一个人 你是很宝贵的 因为你是很宝贵的 你要接受耶稣 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你要接受耶稣 成为你各样的救主 请你一起跟着我祷告 你要跟着我 做这样的祈祷 我们如果接受了耶稣 我们也一起 闭上我们的眼睛 来做这个 唯一需要 接受耶稣的人 来做这个祷告 我们一起 闭上眼 和这个要接受耶稣 不管是在线上的 还是线下的 不管是在线上的 或者是在实体的 还是在实体的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相信 我相信 耶稣为我的罪 耶稣为我的罪 钉死在十字架上 流出祂的宝血 洗尽我的罪 祂第三天 从死里复活 从死里复活 为要赐给我新的生命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我愿意接受 我愿意接受 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现在我要 Amen 现在我要对信徒来说话 今天我和所有信徒来说 如果你觉得你是很微小的 如果你感觉到你是很微小的 你感觉到自己是否在教会 多一个不算多 少一个也不算多 没有什么重要 没有定着你感觉到 你在教会 多一个不算多 少一个不算少 是不重要的 今天我要告诉你 但今天我和你说 你们 我们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是一只迷失了的羊 或者你是一直迷失的羊 你今天感觉到天父不愿意失去一个孩子的爱 你今天感觉到天父不愿失去一个孩子的爱 你要再次回到天父的怀抱 你要再一次回到天父的怀抱 请一起的来祷告 我们就一起来祈祷了 我们一起的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 我相信 我相信 也接受 也接受 我虽然卑微 我虽然卑微 我要渺小 渺小 可是在你眼中 但是在你眼中 我是重要的 我是重要的 因为你没有轻看 因为你没有轻看 你没有放弃 你没有放弃 任何一个到你面前的人 任何一个到你面前的人 我听信你的话 我听信你的话 我虽然迷失 我虽然迷失 但是今天 我愿意 我愿意 回到你的羊圈中 回到你的羊圈中 重新享受 重新的享受 你对我的爱 你对我的爱 我这样的祷告 我今天祈祷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记得 我们每一个 我们每一个 在祂眼中 在祂的眼中 都是重要的 都是重要的 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长老 阿们 大兄姊妹 感谢神 给唱节目鼓励的掌声 刚才他说到 锁匙是没有用到的 很少用 不是说没有用到 很少很少用到 但是有一天 当你要用的时候 你说 那间锁匙在哪里 我去找找找 在这里 哇 多欢喜 打开 你要打开 轨通 好 保险 有没有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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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少去开 有很多贵重的东西 在里面 好少去开 但是你一打开 哇 好欢喜 我要用到这个 你就是那间的锁匙 所以 不要说我不重要 有些是开大门 天天都用到 那个很重要 不是说 这个重要 那些不重要 就不爱了 不是不是 不要这么想 所以大兄姊妹 我们在神的眼中 是什么 重不重要 重要 所以 神会看轻我们 我们虽然很卑微 但是神 都是很爱我们 爱我们 人家说 吃到孔了 吃到孔了 神就是这样吃你了 好 神要祝福你们 回去的时候 你要跟自己说 我是 重要的 你重不重要 重要 在神的眼中 你是很重要的 阿们 所以你来到救命 神看重你 神爱你 神吃你 吃到孔了 阿们 哈利路亚 好 神祝福你 我们做平安神会 你是重要的 阿们 阿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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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